需要开酥的饼干通通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步骤麻烦 实际上啊 可是非常非常容易成功的一款点心 层次分明酥脆好吃 掌握了开酥面团的技巧 不只可以做蝴蝶酥 做椰蓉条啊 蛋挞皮也都可以 先来手揉面团 高筋粉和低筋粉混合 你问能不能用中筋粉代替 问就是能 不过这个中筋粉的粉质啊 要选择细一点的啊 然后把糖和盐都加进来 没有酵母啊 干粉混合 记得先把黄油放里 先把黄油和这个粉搓成沙粒状 因为我们不需要面团太有筋性 先拌黄油呢 可以打破面团的韧劲 方便擀开 接下来把冰水 记得是冰水啊 放进来冰水后啊 先用刮板把水给剥散 然后快速的揉成团 为啥说它制作简单呢 这个面团啊不需要揉光滑 更不需要揉猪膜 你看这种状态啊 只要没有干粉就行了 粗糙一点都没有事 一分为二包上保鲜膜 冷藏静置30分钟 我把它切分开呢 是考虑到我们家里啊 操作台不是太大 方便开酥的时候 赶小一点 不用占太大空间 那两份面团交错来开酥 面团放冷藏 大概半小时 接下来呢 把包丝的黄油 处理成需要的大小 面板上多撒一点低筋粉 完全的裹住黄油 再开始吹吹打打 横着杆杆竖着杆杆 裹满了低筋粉 是可以固定软化的黄油 不让它太滑 也不会粘桌子 黄油的选择理论上 是片状黄油最好 但平时我们用来做面包的黄油 也是可以的 最后呢 处理成长14厘米 宽7厘米就可以了 依然是两块同样的大小 擀好的黄油呢 把表面低粉尽量扫掉 薄薄的留一层就行了 把两片黄油分别用油纸包住 冷藏半小时 然后拿出来一块 刚才冷藏的面团 这刚才冷藏呢 不是两块面团吗 先取出来一块擀开 最熟的面团 它的软硬度是和黄油差不多的 擀成大概是34厘米宽 长16厘米的面皮 这个面皮不要擀太大 最好是刚好包住黄油 从冷藏拿出黄油 放在中间 面皮包裹住它 你看这个面皮 稍微小一丢丢是最好的 不够捏合呢 可以稍微拉伸一下 但是面皮擀太大呢 就会导致酥和皮之间有空洞 不贴合 最后有可能把黄油擀断 导致层次不明显 四周接口都给它捏紧 这个开酥全程记得啊 擀的时候 要撒足够的粉 保证让酥皮可以在桌面上 顺利的滑动的程度 然后擀之前呢 用小擀面杖 先把酥皮每一段按压一遍 先按压一下 是会让黄油在面皮中间 均匀的去延展出去 充分的贴合面皮 按压的时候呢 要时刻观察着酥皮 均匀分散的延展出去 按压时候要注意 不能一下子压到底儿 把黄油压断也不可以啊 现在开始擀了 最好上这种滚轮式的擀面杖 它非常适合开酥面团 擀的力道比手啊 要均匀很多 那擀酥皮的手法 就是一段一段的去延展开 尽量避免从头一次性的擀到尾 最终擀成宽12厘米 长34厘米的长方形 然后把面皮上多余的面粉啊 扫掉并且喷洒一点点水 接着呢进行第一次四折 四折的接口不要放在正中间 接口在正中间的话 它非常容易导致这个酥皮断层 所以稍微歪一点 在侧面接 那现在这样就是完成了第一次四折 为了面皮形状更加的板着啊 把所有的角都用刀割开一点口子 这个小动作很重要啊 如果你不做的话 最后擀出来的酥皮四角就会特别圆 导致边角料损耗会越来越多 刚刚折完的面皮非常的厚 层与层之间并没有粘合度 可以先用手啊 去按压一遍 然后再像一开始那样 用小擀面杖分散均匀的继续按压 最后再使用擀面杖 就是滚轮的擀面杖给它擀开 长和宽是和第一遍一样的 34厘米乘以12厘米 你要记得啊 每次擀的时候 桌面上是要撒粉的 每次折叠的时候呢 要把粉扫掉 喷一点点水 现在是第二次四折 这一次遮叠完 你会发现面皮有一点紧张了 不是那么容易擀开了 如果强行去擀 面皮很容易破 那保鲜膜包裹住 放冷藏 给它松弛半小时 这个酥皮松弛的功夫啊 你可以把第二个面团开两遍酥 好了啊 现在冷藏30分钟的酥皮取出来 然后撒粉 还是先按压再擀开 那还是擀到12厘米乘以34厘米的大小 擀开后做最后的四折 一共要经历三次四折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把酥皮最后一次给它擀开 要擀到35厘米长 宽12厘米的酥皮的胚子 这两头是边边 那层次其实并不好 把它们切掉 然后均分一下 分成六段 大概用刮板压出个印子 接着呢两面都撒上一点水 然后用其中的一面呢 去沾粗砂糖 如果有粗砂糖最好啊 因为它烤出来的蝴蝶酥就像裹了冰壳似的 又脆又好看 接着呢 刚才压出来的印子 从两头开始往中间卷 一定要松松的卷 留一点烘烤时伸展的空间就行 这一步如果卷得紧 烘烤的时候 蝴蝶酥就会鼓起来 它不平整 这卷先放进冷冻一小时后再拿出来切 现在太软了 两头的层次不好 把它先切掉啊 然后大概每片蝴蝶酥厚度 0.8到1厘米的样子 再把切好的蝴蝶酥饼坯子 两面粘粗砂糖 那摆放在烤盘里 要留有至少两倍的左右的空间 上下进一点没关系 蝴蝶酥是左右膨胀的多 今天的量一共是做两盘18个 那烤箱180度 烤20分钟后取出来 翻面再烤15分钟上色就好了 酥脆类的饼干啊 都可以用这种透气的烤盘垫 可以让蝴蝶酥更平整 两面烤一下呢 它的上色才能匀称 口感才会酥脆 如果不烤透 放久了 蝴蝶酥就会发软 蝴蝶酥烤好晾凉 装到袋子里 保持脆感 能放很久 现在这个天气适合开酥啊 等天热就不好操作了 你可以试试看 有问题评论区见 或者艾特卫山尼族面包 叫做叶宝 下期见拜拜